这是一个颠狂动荡 风起云涌的时代 霸道的战友 却是一生的执念 清贫女子叶平俊 天之交子于长轩 她们上演了一场 缠绵翡策的 乱世悲歌 欢迎收听唐人工作室之作 灵溪作品 多人小说剧 御殿秋 喜马拉雅独家授权 她明月下的一个淡淡回眸 是我今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第十集 又过了一天 傍晚略略起了些风 天气多了一分冷意 李太太刚走到客房的外面 就见丫头端着托盘从里面走出来 托盘上的饭菜也是纹丝未动的 你们还真狠 让我陪着她到那去 那哪里是监狱 竟是阎罗店 故意哭了 好好的 差点没吓死我 真是我的错 竟吓得夫人 花容失色了 你那妹子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刚一进那里 眼泪就止不住了 还没走几步 就像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人 当场就晕倒了 你们呢 没事还没再往里边走 里边更惨 这么跟你说吧 那儿的狗啊 从来都不用喂的 李博人这样一句话 更是让李太太都心惊肉跳起来 就听到客房里传来咚的一声 李太太闻声忙推门进去 只见叶平君从床上掉了下来 满脸的眼泪 仿佛就要背过气去一样 跌倒在地板上拼命的喘着 李太太忙就走上去了 哦呦 平君妹妹啊 你这是怎么了 快到床上躺着去 你们这是要逼死我 我知道 你们这是要逼死我 哎 你这是什么话 是你求到我们家门前来 我们也好心好意的帮了你了 难道还嫌我们不够辛苦吗 实话告诉你 你自己不赶紧去求个正主 还在这里拖延着 只怕江学亭的手脚啊 都进了狗肚子了 那一句话说的叶平君 几乎是魂飞魄散 只把那头一扬 两行泪落 几乎是当场晕了过去 李博人却甩手走了 剩下李夫人在这里劝他 也竟是说些安慰之言 一面亲自扶着平君 到了一个镂空刻花 精粉的梳妆台前坐下 一面亲手开了浮雕象牙的装书 一面从里面拿出一个细臂 为他梳着头 妹妹是个聪明人 别的不说 就说咱这西水以南二十一省哦 只要是五少想要的 那还有弄不到手的咯 她也是个天之骄子 能看上你那是你命好 你一再的熬着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倒还连累了你那哥哥 如今跑也跑不掉 索性就拼上个四五年的青春年华 跟着他嘛 等过几年他放了你 你也还年轻好吧 这钱财方面啊 他也不能亏待了你 其实仔细算一算这个账 你也不亏什么嘛 妖怪也只怪平君妹妹啊 这样粗重的相貌 我若是个男人啊 我也抢了去了 晚上博人叫了他来 你看到时候啊 你可要赔一赔了 别这么苦着脸 惹了五少不高兴啊 你那心上人 又不知道要遭多少罪了 叶平君就坐在那里 听完李太太说的这些 只慢慢地把眼睛一闭 就见两行泪 从眼睫毛里滚落下来 他这几天 简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这会儿只觉得脸塞 都被眼泪遮得一阵阵身疼 他也明白 自己的脸哭得不成样子了 全且压住了 屋内如沸般的痛楚难过 开口静静地说了一句好 李太太一听这句话 高兴地站起来 出门去取自己的化妆品 就见李博人还在楼下的踢口张望着 便一路走下去 伸出指头 在李博人的额头上一戳 你呀 真不是个东西 就为了八姐五少 想出这样一个损糟来 卖了人家的姑娘 得喽 你也别看喽 我已经说通了 我就知道夫人出马 定是没有办不成的 看着吧 这天下呀 总有一天是瑜伽的 我若是成了五少的亲信心腹 将来咱们的好处多了去了 看把你得意的 还不快去请五少晚上过来 李博人心中更是无限雀跃 果然去打电话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 就听有下人来报说五少到了 李博人忙就迎到门口去了 五少大驾忙得很 哎呀 可算是到了 如今万事齐备 只欠五少的东风了 人呢 带五少去别院 老仆役走过来 于场轩挥手示意侍卫退下 他跟着老仆役往别院去 连着过了两道月亮门 就到了李家别院的入口 仆役也就站了下来 于场轩把眼一锤 自己顺着游郎往里去 那游郎周围都是锦绣花木 夜空中的云影闪了过去 有月光照下来 重重叠叠 满地花影摇曳 游郎曲曲折折 便依稀是过了几重深深的院落 花落之身素素 铺满幽静 月夜静寂 唯有一片花香浮动 正是书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他不由地 一阵阵地激动起来 心中 竟有着莫名的声音响起 他是要去见平君的 这样长的路 竟是令那一种激荡的情绪 愈加地深厚起来 此情此景此心 纵然是一生一世一辈子 他也是绝迹忘不掉的 永远都忘不掉 雨场轩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起来 就连呼吸都有些控制不住的发急 他绕过格扇 那铺在地上的地毯足有一寸厚 踩上去软绵无声 沙发一侧的紫檀架子上 却还摆放着一对双红画烛 映照着场厅里的一片春光移泥 他还是听到了他走进来的动静 抬起头来看他 雨场轩也看到了平君 就在平君硬撑着坐在那里 那一张清秀的面孔上 苍白的再没有半分颜色 乌黑的眼瞳里 却是有着隐隐约约的水光 你别哭 我若是不哭 你能放了我吗 不能 我知道说了也没用 我今天被你们欺负到了这一步 竟然躲不过去 是我的命 我失了 平君慢慢地把头转了过去 插在发际上的白色珠簪 透着薄霜一样的凉意 那扇子一样的眼睫毛 无声地垂着 雨场轩看着他 霜红画烛下 平君的身影 仿佛是一个温柔如水般的梦境 这样的情思万缕 一点点地缠进他的骨子里去 然而沉浸下去的感觉 却是那样的真实强烈 任凭若水三切 我只取一瓢瓶 叶平君 管你愿不愿意 我就是喜欢你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授权 唐人制作多人小说剧 玉电秋 叶略有些深了 月亮高高地挂在天边 叶太太还在屋子 就听到大门外一阵车声 她忙从屋子里一路走出来 就听院门歌之一声响 叶平君已经走了进来 正在那里关门 李先生李太太怎么说啊 学庭怎么样了 下午的时候 她哥哥来了一趟 说是学庭 让找什么穆先生帮忙 平君哪 我都快急死了 你快跟我说一句话 平君就是不说话 一路走到了礼屋里 叶太太心急如焚 跟着一路快步走了进来 就见叶平君 打开了书桌前的抽屉 在那里翻找着什么 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却抬起头来问她 妈 我扎头发的红绒绳呢 你这孩子 怎么不知道个轻重缓急呢 我跟你问学庭的事 你都找起红绒绳了 这大半夜的 你还要扎个头发吗 叶平君看母亲动了气 也不多说 只低着头在那里翻找 叶太太 看那一小卷红绒绳 就放在抽屉的一角 可平君却偏偏看不到 就在你手边的东西 你怎么还看不见了 叶平君这才找到了 那卷红色的绒绳 就站在书桌前 将头发散开 认认真真地梳起来 任凭叶太太在一旁 百般询问江学亭的事情 她都不回答 只把红色的绒绳拿起来 扎起自己的一小缕乌黑的头发 极有耐心地 用红绒绳一圈圈地绑好 平儿 学厅到底能不能 好好地回来 你倒给我一句话 叶太太这一句财落 就见平君拿起一旁的茧子 一茧子就将红绒绳绳 绑好的一缕青丝剪了下去 这一举动吓得叶太太一正 平儿 你这是干什么 他扑上来抓住了平君拿茧子的手 慌张地夺去了茧子 叶平君却再也不动了 只握住了那一缕茧下的头发 默默地一笑 那笑容凝在嘴角 却透着虚弱的惨淡 他抬起头来看着窗外 眼瞳中有着苍茫的颜色 滚烫的眼泪从眼眶里落下 掉在平君握在手里的一缕青丝上 缓慢地渗入到了无法的缝隙里 妈 学厅会好好回来的 平儿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平君只是摇了摇头 眼看着银色的月光洒满了整个小院 远远近近都是静悄悄的 只有风吹来的时候 吹得墙角的白玉森花叶轻轻地晃动 还有院子里的大槐树 翠绿的树叶跟着发出沙沙的声音 一阵阵地就像是人的脚步声 他想起小时候 也不过是七八岁的年纪 江学厅在他家里住着 他白天就坐在槐树下拿着针线 穿着到处收起来的小珠子 想要穿一个珠链出来戴 江学厅捏手捏脚地走到他身后 一把捂住了他的眼睛 他直接喊到学厅 江学厅就笑嘻嘻地松开手 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正是一个草边的小郭郭笼子 江学厅举着郭郭笼子 两个人都傅晚上去听 就听到里面的郭郭不住地鸣叫着 他们互对视了一眼 很兴奋地笑 叶平君握着剪下来的一缕头发 望着洒满月色的小院子 只觉得心口仿佛是要裂开一般 疼得要死 他想江学厅一定会恨他的 恨他这样的绝情 但是三年的时间 他总能忍得过 也总有一天 总有那么一天 他一定有机会亲厚告诉他这一切 他其实都是为了他 等到那时候 学厅一定会原谅他的 他会明白的 平君这样在心里对自己说 转眼间就入了秋 萧家军占据了江北 却不知道为何乱了起来 莫名其妙地全线封锁 就连沿途交通线都被突然地管制起来 时任中央政府行政主席的楚文府 便说这是一个好机会 立即增加了西线的兵力 接连着进攻了几次 这战局骤然吃紧起来 于仲泉就安排了顾以刚 张孝仙 这两位于家军中的元老级人物 左右扶持 教导着于长轩 于长轩虽未亲上战场 然对于前线战略安排等等 却也了然于心 这一日傍晚 于长轩从陆军部一路坐汽车回来 顾锐童看于长轩脸色十分难看 就见他用手一开一合腰带上的枪套 车厢里都是枪套上的金属扣 撞击发出的咔嚓声响 上游我父亲大人指点 朋友顾武章 这两位叔叔照应着 我算个什么 倒像个摆在那里好看的金生傀儡了 君座是武少的父亲 无论做些什么 也一定都是为了武少着想 我父亲他老人家 要成就我做一个纸上谈兵的照阔 我还能说什么 武少前面就是岔路了 今天是回府邸还是峰台 该往哪去啊 去峰台 这车便一路转回了峰台 车一进峰台就是灿烂的红烟 满泱泱的映了满目 初秋的天气略带着清爽的凉意 地面上铺了一层脆脆的落叶 自然有些仆人在那里打理着 于长轩一路进了客厅 哟 母少回来了 秋洛正领着些丫鬟在厅里收拾东西 见到于长轩便笑着迎上来 轻热的伸手替于长轩摘军帽 却不料于长轩却略一偏头 闪开了他的手 自己摘下了军帽交给身后的顾瑞童 秋洛一正 眼珠一转却又迅速的笑起来 外老太太下午来了 五少若扫回来一步 心许还能碰上呢 于长轩抬眼朝楼上看了一眼 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跟着便上了楼 楼上走廊里的地毯极其如眠 他慢慢的走着 一直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伸出手来敲了几下 也没人应声 他就放下手直接推门进去了 只见卧室内静悄悄的 百叶窗开着透些清凉的风进来 一有流光溢彩的夕阳照进来 云井窗帘直拖到地毯上去 上面是用金线绣着的极字结 亦随着风轻轻地晃动着 紫檀木大床上铺着柔软的颈背 绣着双渊涂的枕面一侧 垂着些软软的流苏 于长轩轻轻地朝前走了几步 就见地毯上散落着四五颗 轻盈剔透的桌子 他低着头一一捡起来 再往前走了几步 就见平均坐在床一侧的地毯上 拿着针线在那里穿珠子 一颗一颗地穿着 很是认真仔细的样子 他的头略低着 鹅角就有些细碎的小短发垂下来 浮在他的面颊边上 若有若无地轻动着 这样的浮动便仿佛是有一根小小的羽毛 一点点地从他的心上 痒痒地划过去 平均在淡金色的夕阳中 略略地抬起头来 目光透着沉浸的光 用纤长柔白的手指 轻轻地拉起细线 就见一颗晶莹的明珠 顺着线滑了下去 与刚穿好的那一串珠子 连在了一起 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于长轩走到他的跟前 俯下山来 用手指将他并脚边的发丝 掠到耳后去 这里的头发 好像比后面的短了许多 嗯 我听说 你妈下午过来了 我妈来看我 跟我说了一下我的话 她还说 你给她安排了新住处 挺好的 这样才好 你应该多跟人说说话 哦 你不是还有一个 叫白绿员的同学 你也可以邀请她 来家里做客 家 她穿珠子的动作 无声的一顿 嘴角微色 好似苦笑的模样 叶平均转头看了她一眼 那目光很平 很近 便仿佛是看着毫不相关的人一般 她哪里还有家 她已经被从原来的世界里连根拔除了 于长轩斩断了她所有的退路 那样急 那样快 从她注入风台的那一刻起 过去的一切 她再也不敢去想 于长轩被她的目光看得毫无底气 只把头一转 就见摆在对面的衣柜里 还是满满地摆放着那些绫罗绸缎 而她的身上却依旧穿着 她自己原本的家常衣服 给你买了那么多衣服 怎么不穿 你若是不喜欢这些衣服 就自己花钱去买 我给你的那些钱 你倒是一分都不花 也用不着给我省 就让李太太陪着你 去逛百货公司 想买什么买什么 再让她陪着你出去玩玩 精灵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像你这样整人闷在屋子里 有什么意思 我不用她呗 你也不必这样恨她们 难道你还要我对她们感恩戴德吗 于厂轩听完这句话 一把把手里的几颗珠子扔到她面前 既然这样 那你就连我一起恨吧 她扔下那几颗珠子 转身便走出卧室 才下了楼 就见副官吴作孝走了上来 吴少 李不仁来了 正等在会客厅里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见